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八九的时候你还是个高中生 其实我认识到你还是 就是当然很后面 见到你 你已经开始流亡了以后 才认识你 八九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下 对我是在中国东北农村 很偏远的很穷的农村家庭长大 70年代到80年上小学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农村孩子 都是受到洗脑的教育 当然城市也好不了哪里去 所以一直到1991年高中毕业 我现在回想都是处在 一个被深度洗脑的状态 那八九年的时候 我在高中一年级 也没有什么能力去思考这个事情 主要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去看到 跟中国政府不一样的 跟教科书不一样的说法 当然八九年的时候 也从电视上看到这些学生运动 看到中国官方所说的暴徒 砸军车 烧军车 也有很多很多谣言 各种政治谣言什么的 我记得考试的时候 政治考试的时候 要让我们记住那三个人的名字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 知道王丹 财林 乌尔开西 但是考试的时候 要考的是三个共和国卫士 和首都卫士的名字 吹国正 刘国庚 中间都带个国子 这就是六四 对 就没有任何的反思 后来我研究中国的法律 就是共产党的法律历史 在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后 人权只有在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 可以出现人权 但必须是资产阶级 什么虚伪的人权 什么什么 必须得用在这样的语境下 那一直到九一年 上大学 上大学呢 这又跟八九有关 就是因为 八九的原因 所以八九到九二这四年 北大复旦的新生 都要去军训一年 所以我的第一年 是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度过 然后很多军训啊 踢证过啊 什么的 但我对那个东西很反感 就不愿意去训练 我就被安排做别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从海外传来的 一些跟八九有关的一些书籍 就是第一次接触到 九二年到了北大校园之后 就是思想觉悟的这个速度就加快 很多人是一下子顿悟的 突然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什么问题 怎么回事 北大有各种各样的思潮 当然对于我来说 那是就是从一个农村 最穷最偏远的地方到了北大 接触各种各样的这个思潮 各种各样的思想 对我来说是大开眼界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接触到很多自由民主的思想 读博士期间 我和许志勇于江 我们后来被称为北大三博士 比如我们叫北大三建客之类的 我们每周在一起去讨论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 上访 收容遣送 酷刑 计划生育等等 这些人权问题 但是在我博士毕业之前 我的想法或者说是人生规划 就是要通过学术 通过这个思想 通过知识分子的这个写作和表达 来改变中国 然后我就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 但是没过几个月就发生了孙子刚事件 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我们就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去挑战 收容遣送制度合线性 一些学者就把2003年称作维权运动元年 出于各种原因吧 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政府的处理和批评 反而在几个月之后 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然后再过几个月 我们还得到全国司法部和中央电视台颁发的 年度十大法治人物这样一个奖 但是在那之后 我们还是继续去推动人权的工作 我和许志永在03年就成立了公盟 做很多比如说关注访民 然后去挑战黑监狱 然后去代理一些公益案件 问题就是在体制内 又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的声音 然后又不跟官方撕破脸皮 胡锦涛江泽民时代 大概是可以 但到许志上台之后 几乎没有这种空间了 一旦我弄个大的动静 弄一些敏感案件 他就以开除停客来威胁我 08年1月份是护照被没收 3月份被绑架 关了两天两夜 5、6月份律师证被吊销 这些都是发生在奥运之前 奥运会之后 小波一起弄08县章 帮小波征集了一些教授 一些学者的签名 然后12月9号小波被抓 然后我也被传唤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被停课 再后来恢复上课之后 又因为09年的这个 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被停课 再后来 2012年 我们和许志勇 丁家喜 王公权等等 我们推动这个新公民运动 包括这个要求官员公开财产 包括推动教育平权 然后推动这个同城聚餐 公民同城聚餐 这些事情 然后在2013年 官方对这个新公民运动 这个正式开始打压 就所有的人都劝我 就是暂时待在香港 那我也就是没再回大陆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 就是我的太太和女儿在中国 突然就来不了香港了 那我就只能带着另外一个孩子 到美国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 很显然就中国政府 就用家人来做一个做人质 第一是对 是想让我闭嘴 第二也是对我 对我这些活动的一个惩罚 那再后来没办法 就只能脱渡出来 当然就是流亡 对于对于我来说 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战场 最我认为最艰难的选择 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 艺人士也好的 这种政治责任 公共责任和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 在专制体制下 这个有的时候 在很多的时候 这是冲突的 就是家人也跟着受了很多罪 就是你为了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思想 或者是为了他人的权利而捍卫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值得吗 对当然值得 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为了自己的良心去做这些事情 那不管他实际的社会后果 政治后果怎么样 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有多少 可能看不到什么 但是他还是应该做的 是值得做的 你觉得你现在自由了吗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 自由他也有很多层次 他就是一个从政治角度 那在美国和中国相比 他当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虽然我现在还不是美国公民 但是是在这样一个土地上 每个人都享有的 但是自由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社会的层面 这个精神的层面 跟中国有关 又跟酷刑有关 即使在监狱里边 在受到酷刑的时候 没有办法剥夺你的信仰 你的这个精神力量 他用酷刑夺不走的 所以在监狱里边 也可以尽可能地去 保持这种精神的自由 现在在美国 在一个政治自由的一个国度 就更应该去追求 这样一种精神上的自由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 是这个辛劳 你没有一个有形的监狱 关着你 但是你自己 给自己挂了一个监狱 生活当中充满恐惧 充满犹豫不决 甚至充满怨恨仇恨 这都是这个内心的监狱 所以我希望 希望不断地去打破这个内心的监狱 在一些情况下 自由也会有代价 这个911的恐怖分子也就利用美国的自由 中国政府现在也在利用美国的新闻自由 然后去弄那些假消息 然后去进行各种渗透啊 孔子学院啊什么 那我自己刚刚发生在我和家人身上的 也可以算是自由的代价 因为这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 抗议的 游行的自由 你又不能把这个自由浪漫化 把它就是脸谱化 这也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 一个毛病吧 没有去深入这个概念 在理论背后的细致入微的东西 自由意味着责任 意味着规则 自由有多好有多可贵 多么正常的一个自由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